他是英国贵族的私生子 他是牛津大学的高赛生 他是阿拉伯大旗胜利的关键 他拒绝了英国国王亲自授予的勋章 他说自己是大英帝国政治棋盘上的一枚棋子 他为英国首相丘吉尔称赞是我们这个年代最伟大的任务之一 他就是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 著名的阿拉伯的劳伦斯 1888年8月16号 劳伦斯出生在英国威尔什北部 格文内斯郡的特里马多格 劳伦斯的父亲名叫托马斯·查尔曼 他原本是一个英格兰裔的爱尔兰贵族 威斯特米斯从南爵 但是后来他为了跟自己女儿们的家庭教师私奔 所以就抛弃了妻子四个女儿 还有已经穿了七代的从南爵头衔 然后查普曼就跟他女儿们的家庭教师 又生下了五个儿子 劳伦斯就是这五兄弟中的老汉 劳伦斯虽然没有贵族的身份 但是毕竟还有贵族的血统 所以他爹查普曼 也一直是按照贵族自己的方式来培养劳伦斯 得益于父亲的培养 还有劳伦斯自己天资聪慧 所以他在19岁的时候 顺利地进入了牛津大学 主修现代史 1909年 劳伦斯用徒古旅行的方式 实地考察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 很多个十字军时代留下来的古堡遗迹 然后他回到英国 完成了他的毕业论文 12世纪末十字军运动 对欧洲军事建筑风格的影响 这一篇论文 让他以一等优秀的成绩 从牛津大学毕业 大学毕业之后 劳伦斯很快又回到了中东 参加了一支英国考古队 对于赫提帝国国都遗址的考古霸举 正确在这段时间里 劳伦斯不仅加深了对中东地区风土人情的了解 而且还在工作之余 学会了阿拉伯语 给他未来的事业奠定了关键的基础 可是到了1914年年初的时候 因为赞助这次考古的大英博物馆经费紧张 所以劳伦斯他们的挖掘工作就陷入了停顿 这时候另外一家巴勒斯坦探索基金会 给劳伦斯发来了一份邀请 请他去巴勒斯坦南部的内盖夫沙漠进行考古研究 对于这份邀请劳伦斯很高兴地接受 只不过这家巴勒斯坦探索基金会背后的东西 并不是哪家博物馆或者大学 而是大英帝国的皇家公兵 那这英国皇家公兵对巴勒斯坦的沙漠有什么好奇呢 这就要说说当时的时代背景 在劳伦斯出生的那一年 德国的菲利普霍兹曼有限公司 在德国和土耳其政府的共同支持下 获得了从伊斯坦布尔到安卡拉的安纳托利亚铁路的驻路权 这条铁路也就成为了日后著名的 代表德国世界野心的柏林巴格达铁路的开始 而在劳伦斯进入大学的同一年 在法国的撮合线 英国和俄国签署了英俄条约 协调了两国在中东和远东的殖民地竞争 成为了一块遏制德国崛起的盟友 这两件事在后来很多历史学家言 都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导火索之一 而英国政府心里对于自己在额土之间 最终抛弃了盟友土耳其 而是选择了宿敌俄罗斯 这种做法估计多少还是有点心虚的 再加上德国那位战狼皇上威廉安二世 他在访问土耳其时候 发表了那段生情并茂的演讲 说什么他是土耳其苏丹至死不渝的朋友 是全世界三亿穆斯林可以信赖的朋友 这些话对于大英帝国来说 那可是严犹在了 所以英国皇家工兵就想请劳伦斯打着考古的幌子 去实地了解一下 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 还有德国人绣建的巴格达铁路 到底进展到什么程度 劳伦斯很好的完成了这份委托 然后他回到英国 打算度个假休息休息 而就在劳伦斯休假的这段时间里 1914年6月28号 奥雄帝国的皇储匪夷男大公 在萨拉州窝街头被塞尔维亚总参谋部军事情报处的外围组织黑手会的刺客刺杀身亡 第一次世界大战就这样爆发 一战爆发之后 当时的英国陆军大臣基钦纳逊爵亲自下令 暂缓征交劳伦斯主 让他安心的写完对巴勒斯坦的考察报告 1914年10月 劳伦斯完成了他的考察报告 然后成为了英国总参谋部 地理情报部的一名会图师 劳伦斯的考古生涯就这样彻底结束 一个月之后 奥斯曼土耳其正式加入同盟国阵营 对英国和其他喜悦国宣战 因为劳伦斯会阿拉伯语 而且还很熟悉中东地区的风土人情 所以就被派到了开罗 为英国陆军情报局共作 有一位伟人曾经说过 混乱是阶梯 一战中混乱的中东 也确实成为了劳伦斯功成名就的阶梯 当时的中东还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 从奥斯曼土耳其灭亡了埃及的 马木鲁克王朝开始算起 他们已经统治了这片土地 整长了400年 在这400年里 伊斯兰世界最高宗教领袖 哈里发的头衣 第一次 也就是唯一一次 落到了非阿拉伯人的手 不过作为补偿 土耳其的苏丹们 对于封印先君穆罕默德 留下来的 被称为是圣意的哈希姆家族 也就是李静有家 哈希姆家族的首领 在奥斯曼时代 世代担任麦家的 希里夫和埃米尔 守护着先祖的故乡 也算是伊斯兰版的衍生功 其实按照伊斯兰教的教义 这天下回民是意见 在古兰经里 只有穆斯林和卡费勒的区别 并没有民族上的差别 更何况从阿巴斯王朝衰落 开始算起 这阿拉伯人失去在伊斯兰世界中的 绝对主导地位 已经有800多年了 现在早就不是当年 五麦叶王朝 区分什么阿拉伯人 麦瓦利人的那个时代 所以奥斯曼土耳其 这400年来 对于阿拉伯地区的统治 一直都是比较稳酷的 但是随着欧洲的民族主义 传到中东 事情开始起了变化 1908年 土耳其青年党发动的革命 取得了成功 恢复了土耳其的宪法证据 但是掌权以后的土耳其青年党 开始宣传泛突厥主义 想调土耳其人 在奥斯曼帝国中 应该与某支配帝国 这一通操作 自然就让国内的阿拉伯人 很不满意 所以阿拉伯民族独立的思想 就开始慢慢的传播开来 再加上土耳其青年党 在家乡中央集权的这个过程中 对于哈希姆家族胜意的这个身份 以及他们在阿拉伯人当中的号召力 非常忌惮 所以土耳其青年党就想着 要削弱哈希姆家族 他们就打算扶植更听话的 哈希姆家族的庞系扎伊德家族 取代哈希姆家族 这就是哈希姆家族的麦扎谢里夫 是侯赛因本阿里 他的二儿子阿布图拉 当时作为哈希姆家族代表 在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的帝国议会里 担任议员 然后阿布图拉就悄悄地把伊斯坦布尔的 这些内幕和政治变动传回麦家 劝说父亲 利用英国人的力量 反抗奥斯曼土耳其 实现阿拉伯民族的独立 于是就有了侯赛因和英国中东事务 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之间 著名的麦克马洪界定 麦克马洪代表英国政府承诺 只要侯赛因可以发动阿拉伯人起义 驱逐奥斯曼土耳其 英国就支持他在战争结束以后 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 于是在1916年6月5号 侯赛因的长子阿里和三儿子费萨 他们俩带着1500名阿拉伯旗士 进入伊斯坦教圣城麦尼纳 然后对空银枪宣告阿拉伯独立 五天以后哈希姆家族的骑兵控制住了麦家 奥斯曼土耳其派来驻守麦家的汉制总督 带着亲信逃亡塔伊夫 然后在这座封印先知穆罕默德的出生地 侯赛因以先知圣意的身份 向全世界的穆斯林发表演讲 他谴责奥斯曼土耳其政府 迫害和屠杀阿拉伯民族主义就 背离了伊斯兰教的精神 而且奥斯曼军队为了镇压起义 炮轰麦家 这是突厥人对于盛城的亵渎 阿拉伯大起义的序幕就这样被拉开了 阿拉伯大起义的消息传到开罗 英国政府立刻向阿拉伯地区派出了好几位军官 协助起义军对抗奥斯曼帝国 而劳伦斯正是其中之一 等到劳伦斯到达侯赛因驻地的时候 已经是十月份了 这时候阿拉伯起义军已经夺取了 红海沿岸的拉贝格 延布 昆菲达等等好几座城市 包括像是吉达 塔伊夫家的大城市 也都在英军的协助线落到了阿拉伯起义军的兄弟 据说劳伦斯在见到侯赛因之后 和他的三个儿子都聊了聊 一番交谈下来 劳伦斯觉得 长子阿里明显没有什么雄心壮志 容易受到身边更有活力的人的影响 而二儿子阿布鲁拉太审慎 太冷静 太幽默 只有老三费萨 才是劳伦斯眼里领导起义的最佳人群 那种历史上在革命中取得胜利的武装的先军 所以劳伦斯一再主动向上级请求 要留在费萨尔军中 最后在新任的英国中东事务专员 雷金纳德·温盖特的帮助下 劳伦斯不仅成为了英国 派到费萨尔军中的英军联络官 而且还给费萨尔要到了一批法国人运来的武装援助 在这段时间里 劳伦斯深入地观察了阿拉伯的起义军 这支零七八岁缺乏纪律的军队 不仅没有让劳伦斯失望 反而还让他有点兴奋 因为劳伦斯通过他的仔细观察发现 这支阿拉伯起军 他们的组织结构指挥方式 包括行军部阵的安排 都和14世纪的欧洲军队非常相似 这不就是劳伦斯的专业吗 所以作为一位欧洲中世纪军事史专家 劳伦斯相信 他自己这个考古学家出身的陆军汇图员 一定能够比那些科班出身 深受现代战争战术熏陶的职业军官 更加适应阿拉伯的战场 从此以后在费萨尔的军队里 就有了一位包着头巾 穿着白袍骑着骆驼 驰骋战场的英国绅士 属于劳伦斯的军事传奇 开始了 劳伦斯给费萨尔提出了四条建议 一是要用阿拉伯独立的口号 去联合其他的阿拉伯部落 建立更为广泛的阿拉伯联军 二是要充分发挥阿拉伯骑兵 骁勇山战的优势 用游击战的方式 去骚扰破坏土耳其的铁路线 消耗土耳其的兵力和补给 三是要和英法在战略上互相配合 夺取北方的大马士革和南方的雅喀巴 切断阿拉伯地区和土耳其本土 以及土耳其的盟友德国 在非洲的殖民地之间的联系 最后就是要把土耳其军队 彻底逐出阿拉伯地区 只有这样才能够建立起 独立的现代化的阿拉伯国 之后费萨尔听从了劳伦斯的建议 开始指挥部下通过游击战 到处破坏奥斯曼地区 在阿拉伯地区的交通系统 包括连接大马士革和曼吉那的汉制铁路 也被阿拉伯企军破坏 然后在1917年7月 劳伦斯提议 夺取位于红海北岸的港口城市雅喀巴 因为这里是当时唯一一个 还在奥斯曼帝国手里的 红海阴岸港口 而且如果占领了雅喀巴 阿拉伯起军就能够更加方便地 从英属埃及获得英国的不次援助 于是劳伦斯制定了一个 瞒天过海的计划 他成功地欺骗了奥斯曼军队 让他们以为 阿拉伯起军的下一个目标 是叙利亚的大马士革或者阿拉伯 然后劳伦斯亲自指挥 一支由阿拉伯人霍维塔布组上的军队 迅速出击突袭雅喀巴 在临近雅喀巴的阿巴利桑山谷 起军和奥斯曼军队遭遇 一开始战斗很是胶着 看着阿拉伯人低效率的射击 劳伦斯很是呜 他就在身旁一起观战的 霍维塔布埃米尔奥达说了一句 枪开了很多 命中的很少 结果正是这句嘲讽 激发了阿拉伯人的战斗热情 奥达亲自率连着50个起兵 直接就冲进了奥斯曼军队的阵地 其他阿拉伯人一看 那也都是风驰电车般的发起冲锋 最后奥斯曼军队打败 而阿拉伯人这边只阵亡了两个人 只可惜这场精彩的战斗 劳伦斯其实没能参加 因为他在刚发起冲锋的时候 手枪走火 打死了自己骑的骆驼 差点被摔死 之后阿拉伯起军兵不许任 拿下雅喀巴 而劳伦斯也因为这次胜利 获得了一枚英国最高军事巡章 维多利亚十字巡章 抖取了雅喀巴之后 劳伦斯就离开了起军去了埃及 去请求更多的运助 在最后的一段时间里 劳伦斯不停地往返于英军和费萨尔之间 协调双方的军事行动 1917年圣诞节 在阿拉伯起军的协助线 英军夺取了三郊圣城耶路撒罗 算是送给大英帝国最好的圣诞礼物 1918年10月1号上午9点 英军第十澳大利亚亲戚兵旅 和劳伦斯还有费萨尔率领了 阿拉伯谢里夫军一起 接受了大马士革的投降 在大马士革 劳伦斯帮助费萨尔建立起了 一个临时的阿拉伯政府 劳伦斯曾经和费萨尔一起设想过 把大马士革这座五麦叶王朝的旧都 作为战后阿拉伯国家的首都 但其实早在战争结束之前 英法两国的政府 就已经替阿拉伯人做出浪漫 1920年4月 一战的主要战胜国 在意大利的圣雷默举行会议 讨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领土的战后脱过问题 最终奥斯曼帝国在中东的领土 基本上被英法两国瓜分 只有红海东岸的汉质地区 被留给了后再一本阿里 其实在过去的一年里 劳伦斯已经努力地试图说服他的上级 让他们相信 统一的阿拉伯国家更符合英国的利益 但是英国政府不愿意违背和法国秘密签订的 瓜分中东的塞克斯皮克协定 所以劳伦斯最后还是无共认 其实真正让精神阿拉伯人 劳伦斯感到绝望的 并不是英法高层的背心弃义 而是阿拉伯人自己的分裂和内斗 只知道宗教和家族的阿拉伯人 其实对国家和民族并没有什么概念 更没有太大的兴趣 在他们之中 每一个部族每一个派别 都有着他们自己的打算 想让这些阿拉伯人团结一致 一起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 这简直比登天还蛮 正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 劳伦斯身心俱疲 最终也只有选择黯然离开达马士格 打道恢复 据说劳伦斯临走前 给侯赛因本阿里留下了一句话 只让阿拉伯人继续陷入部落之间的对抗 他们就是一个渺小的民族 其实我们与其说劳伦斯是一个冒险家 倒不是说他更像是一个传统的骑士 虽然只是贵族家的私生子 但是劳伦斯本质上却是一个老派的欧洲人 他内心坚持着从中世纪传承下来的 道德操守和人性法则 所以他讨厌英法高层的儿于我家 讨厌他们的贪斗无厌 讨厌他们的背心起义 所以在他的心里并不认同殖民主义 而是认同阿拉伯人 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劳伦斯回到了英国 本来英王乔治武士 打算在白金汉宫亲自接见劳伦斯 亲手授予他因为夺取了雅克巴 而获得的那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但是劳伦斯拒绝了这份荣誉 因为在他看来 这枚勋章是毫无信誉的殖民主义者 对自己人格的羞辱 正后劳伦斯在一些高层朋友的帮助下 假名加入了英国皇家空军 一局服役到了1935年 1935年5月13号 劳伦斯从邮局发完电报 在骑摩托车回家的路上 为了躲避两个骑自行车的男孩 不幸出了交锋事故 六天之后就在医院去世了 至于说当年和劳伦斯并肩作战的哈希姆家族 他们家的结局也远谈不上美好 侯赛因本阿里 他因为反对英法两国瓜分中东 所以英国就暗中支持沙特家族 吞并了侯赛因的汉治王国 而劳伦斯的亲密战友费萨尔 他本来已经被拥担为叙利亚国王了 但是还是在圣雷默会议结束之后 被法国军队驱逐出了大马时光 虽然后来费萨尔又被英国人扶上了伊拉克的王位 但是在1958年 费萨尔的孙子费萨尔二世 还是被军事政变推翻上海 只有被劳伦斯评价是太审慎 太冷静的阿布杜拉 他的约旦王位倒是父死子祭 一直传到了今天 在劳伦斯的葬礼上 劳伦斯他的生前好友 温斯顿丘吉尔曾经亲自道场 亲自制道词 丘吉尔在他的道词里 是这样评价劳伦斯的 在我眼里 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在其他地方 我都找不到能和他相提并论的人 我担心不管我们多么需要 像他这样的人永远不会再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